好,立場新聞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身處在尖沙咀的澳場的法國人雕像前 今天有當區區議員陳家朗 和城門區區議員胡君泰 和葵城區區議會的副主席張文龍 今天有現場擺放了一些白色鮮花 和一些電子納續被一些斯文前來 可以在雕像前獻花到點六四活動 兩位站好了,準備會在六點零四分 六點零四分就會有獻花 然後晚上八點零九分就會敲響三下的鐘聲 其實為甚麼會在雕像前獻花 其實這個雕像是帶有來頭的 亦都是和法國六四的六四事件有關 就是因為當年在六四事件 抱歉 1991年法國有一個雕像家 以文運作主題 就弄了一個雕像 就是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個雕像 換了一個雕像名為自由戰士 但是之後來了香港之後就改了 當地政府即是當年的市政局 就把名字改了做澳場的法國人 至於一九九年起 每年六四都會有一些市民 就會上前獻花 就在六點鐘的時候 今年都不例外 本身這個雕像的意義 都是為自由 而去犧牲的人去致敬 亦都和一些民運事件絕對是有關係的 那現在兩位的區議員 那就是張文龍和毛君泰 那白色的位置就是張文龍 那又穿著西裝外套的位置就是毛君泰 那之後呢 6點04分 那還有一分鐘左右 那就會上前獻花 那過去其實也有很多市民都會一起出席的 剛剛其實早一段時間 都有一兩位的市民就一起來獻花 所以現在看到雕像前都有幾多的鮮花 但是整體人就不多 不足十人 那就有個獻花儀式 那其實都做一個短短的直播 就給大家 看看現場的情況 那其實由下午 記者就大概5點多 就到了 其實一直都沒有警察過來的 那而剛剛毛君泰跟記者說的時候 他強調 今天其實這個行動 就不是一個集會 所以都不會叫口號 也都不會 播片 有一個集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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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